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 那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種 我非常喜歡的巨蕭行蟲 它是產在印尼的 華勒斯巨蕭行蟲 這隻蟲非常的漂亮 我非常的喜歡 那它的特色呢就是它的翹翅上面 有這個兩條白色非常漂亮的 這個花紋 那我們今天呢我要來開挖這批 裡面最大隻的一隻幼蟲 它現在已經羽化了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開挖吧 好那這一批華勒斯呢 是在我去年2019的時候 4月我從產品房給取出來 它那個時候是惡靈蟲 那到今天已經羽化了 大概是過了10個月的時間 那我們可以從側邊呢就可以看到 這隻蟲它已經可以看到它的屁股 還有它的腳的地方 好出來喔 剛剛羽化就想夾我 真過分啊 好大家可以看到嗎 這是一隻鮮魚化的華勒斯巨 讓我們來測量一下還有多大隻 大概是73左右 也算是非常大型的一隻華勒斯喔 今天呢我這邊也準備了一些 是我們比較早 比較先前羽化的一些 成蟲給大家看 那這邊呢有一隻 67mm 就是還沒有7公分的一隻公蟲 你看它的皮都還黏在這個 成蟲的身上 那另外一隻呢是大概上個月已經羽化的 是一隻71mm的公蟲 它的永重是12.8克 它的幼蟲呢我最重大概秤到22克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70的 就比這個67明顯的粗壯很多 牙齒也比較長 那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挖出來 也就是最大隻的 這隻73的公蟲 它雖然只大2mm 但是它其實比這個70的大 非常非常多 最重要的是這個身體的寬度 都比這個70的大 71的這隻大很多 那也非常的漂亮 那這隻最大呢 它其實又從我有秤到非常重的重量 上次秤的時候 它已經重打29克了 但是結果它出來呢 起長是73 就代表說它在最後這個部分呢 可能是有說了比較多才化有 那這一部分呢 可能就是大家 還有我下次可以改善的地方 那我們就期待呢 它的下一代能夠有更好的表現啊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